中賞之下 游泳夫 為了提升後背 叫召效益 軍方推出力多 立院國防委員會審議優待條例草案 願意接受第五次叫召的民眾 渴望獲得獎金 截招日 起算一年之內 國軍醫療院所就醫 通通免收掛號費 同時比照信義軍人 國軍福利戰購物 或是入住國軍英雄館也享有優惠 目前國防部認為這個獎金 應該是多少 那什麼時候開始來編列預算 這個母法過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訂辦 暴行就很可定 台南沒有國軍醫院 台南的子弟要被叫召完之後 他為了省到一百塊 或一百五十塊掛號費 跑到台隔壁的嘉義 嘉義還有 抓漏跨黨派 條例內的軍醫院 不包括榮總 獎金金額 也得先等草案通過 叫召期間雖然雇主得依法執行 至少還有稅制兼免 但是自營業者停業損失 該怎麼彌補有待討論 也有立委認為榮譽感跟獎勵一樣重要 先不論後備軍人願不願意為了紀念章 叫召一來再來 第一批最硬叫召基層反應很現實 九成滿意度真的嗎 網傳問卷內容 弟兄希望改回七天 長官命令不一致影響部隊運作 還有實單射擊能不能再增加問題一箩筐 防張反應如同間接證實 要求全民國防升職人心前提 是軍方也努力自我提升 進行為夜府董悠俊參報道